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路上购物不高特别提醒 一个不小心可能成了肥羊 最近iPhone6上市出现换机潮 但是有脸书卖家抛售5S平易卖 没想到汇款之后包裹收到这里头不是电话 是电池 槟榔等等不相干的物品 短三天是四根手片 动动手指头网路拍卖超便利 想买什么通通买得到 这是最近脸书上超夯的拍卖社团 社团名称简单明了 二手东西随便卖 而里头商品真的琳琅满目 最近在拍卖社团里就属这个最夯 遇上iPhone6上市 一批苹果迷忙换机 也忙着脱手手边的5S 打出便宜价格只要1万元 二手5S马上入手 没想到这全都是诈骗现机 别以有意义 没信心的网友来做交易 约定iPhone5S手机卖到1万元左右 以市价来说 二手5S抛售价格 大约在1万5千元左右 社团低价整整便宜5千元以上 这让买家很心动 没想到包裹收到了里头 竟是假信封 电池甚至是槟榔 让这些受害买家气得直跳脚 有14名买家买了1万元的二手5S 才短短三天被诈骗金额就有14万元 只能说网路购物虽然简单又方便 但诈骗管道也层出不穷 提醒民众不管是任何购物平台 下标购物钱一定得多当心 不然便宜美景城反倒伤了荷包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